律法本是借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觀眾姐妹平安 也許你讀聖經的時候 你就讀到所謂聖經的舍己 那你就覺得我要捨去我生命中 我所愛的一切 我以前很喜歡吃牛肉麵 我再也不能吃牛肉麵 聲音像哪里說你不能吃牛肉麵 問題是到底什麼是真的舍己的 讓我們來看 馬太福音16章24節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 若然要跟從我就當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對啊你看 聲音像說他舍己 我要捨去我自己 我要背起十字架 我再也不能吃牛肉麵了 聲音像真的有這樣說嗎 首先第一個 聖經哪裡有牛肉麵 這三個字 並沒有啊 所以我們來搞清楚 到底神在說什麼 我必須要先跟你說 我們的文化裡面 因為我們華人 我們的文化有太多 其他被渗入的觀念 你知道有一個宗教信仰 他們慘長掉所謂去我職去法職去掉我自己的執著 那聖經上真的也希望我們 這邊的舍己真的意思是要 我把我的喜好 我所喜歡的一切都放掉嗎 我很喜歡釣魚 我因為信耶穌不能釣魚嗎 沒有 彼得是德仁如魚的漁夫耶 他都在釣魚都在抓魚 為什麼不能去釣魚 好我們直接看下一頁 馬太福音16章21到22節 讀聖經要看他的前後文 就會搞清楚到底在說什麼 好 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 他們必須向耶路撒冷去 受長老 濟師長文是許多的苦 並且被殺 第三日復活 彼得就拉著他勸他說 主啊萬不可如此 這勢必不臨到你身上 你看前後文 剛才那個經文是在這個前提發生的喔 耶穌說他要去釘使教 他要去受苦了 他要被殺還要復活這件事 彼得太愛他 彼得說你是我所愛的主 你拜託你不要去死 拜託拜託 如果你有機會去看這個更上文 彼得才剛認出耶穌就是基督 然後耶穌才當眾稱讚 他那時候彼得還很開心的時候 然後沒多久 彼得就開始犯了這個錯 我們看下一頁 馬太福音16章2324 你看是上下文喔 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 撒旦退我後面去吧 你是伴我腳的 因為你不體貼 上帝的意思只是體貼人的意思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 背起他的十下來跟從我 你知道嗎 讀聖經段章取義是非常危險 很多人是抓這一段 然後就說你要跟從主就要捨己 要背起十下來跟從主 所以你就不能吃牛肉麵了 哪有誰 前後文哪裡有提到牛肉麵 根本沒有牛肉麵 這邊在講的是什麼 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 撒旦退我後面去吧 你不體貼上的意思只是體貼人的意思 你看前文就知道 彼得要體貼的是什麼 彼得要體貼的是神既然計畫 天賦既然計畫 聖子耶穌要死在十字架上 三日後要復活 請體貼神的意思 捨去自己的意思 捨去自己說我所愛的耶穌 不可以死的這個意思 捨己捨的是你堅決的意思 你的想法 而不是不可以吃牛肉麵 或是不可以釣魚 或不可以怎樣怎樣怎樣 當然聖經上說不可以做的犯罪 我們不要做 但是這邊真正的捨己 你去看前後文真的是在講 你不體貼上帝的意思 只是體貼人的意思 所以神要你去體貼祂的意思 當然我們當中 如果神有為了你的健康緣故 叫你不要吃牛肉麵 你可能太胖 那另當別論 我只是要告訴你 不是說某個宗教 那種去我執 不能夠再執著自己想要 好我們再看下一頁 真正的捨己的重點是什麼 加拿太書一章四節 基督造成我們父上帝的旨意 我們的罪捨己 要救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代 請問這個捨己是誰捨己 你捨己還是耶穌捨己 當然是耶穌捨己啊 基督為我的罪捨己 我捨己有什麼用 我捨去我自己 我還不是一個有罪的我 基督捨去他自己 你就沒罪了 你的罪就被赦免了 他就為你背負罪了 重要的捨己是耶穌為你捨己 好我們再看下一頁 加拿太書二章二十 對不起 加拿太書二章二十節 我已經與基督同丁十字架 現在活著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肉生活著 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 他是愛我 為我捨己 請問這裡有聽到 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 他是愛我 我要捨己 還是他是愛我 讓我們來捨己吧 還是他是愛我 我要捨去我自己 沒有 他是愛我 為我捨己 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已經與基督同丁十字架 現在活著不再是我 常常有人拿這個經文說 你這些基督徒 我們已經 耶穌基督同丁十字架了 我們現在活著不再是我 所以捨去你自己嘛 哪有前後文說的事情 是我與基督同丁十字架 現在活著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然後這邊還是在強調 耶穌的捨己 不是你的捨己 這個經文 很多人拿來說 你要捨己 不是這個經文的捨己 是在講耶穌為我捨己 我必須說 弟兄姐妹 有些時候神會要你 按照他的意思 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 很多時候 神要你為他放下一些東西 是真的有 但是神呼召你來 是要呼召你順服 不是呼召你犧牲 耶穌基督為你死在十字架上 為你捨己 才是我們信仰的核心 核心核心 耶穌基督並他丁十字架 你的捨己是有需要的 如果神呼召你 該做的捨己做 神呼召你來順服 有些時候你要順服主 有些時候你順服主而犧牲 有些時候你順服主而享受蒙福 有些時候我為了我順服主神 要我去某個地方 我以為是要去犧牲的很辛苦 結果沒想到去 守到非常好的招待 吃到非常好的東西 享受非常好的條件 享受非常好的東西 上帝呼召你要順服 順服他而捨己 也順服他蒙福 這就是我們的上帝 他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白白的捨 岂不也要把萬物和他一同 白白的賜給我們 讓我為你禱告 親愛的耶穌 我祝福我們這裡每一位弟兄姊妹 不再一次去想說主啊 我要怎麼為你捨己 乃是來高舉耶穌基督為我捨己 因為福音的核心本質就是 耶穌基督被他釘十日架 耶穌為我捨己才是重要 是的有些時候 我們需要為耶穌放下 就很像彼得 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 要按照主的意思 我也願意按照主的意思 但是並不是要我 除掉我心裡面 所有一切我所愛的 我所喜歡的 神喜歡你享受他 所創造這美好的世界 但前提是尊他為聖 以他為第一 你會看到那一切的超自然的祝福 一點一點 越來越多加在你身上 祝福我們每個弟兄姊妹 經歷上帝的蒙福 知道最重要的舍體是 耶穌基督並他釘十日架 奉耶穌命祷告 阿們